好,回到第128集的動漫廢物 動漫廢物的MSN就是 acrubbish at cuhkacs.org 有網友在M群裏問我們 為何今晚要講這一套漫畫? 好啊,正啊,不推介 其實我們不是一定要講一些已經做完的動漫作品 很多時候都會推介一些新鮮的作品 如果好的話,不然每次都會推介一些舊的東西 然後告訴我們,嘩,歐神啊,我們這些 雖然我們都是歐神,但我們都不要歐得太厲害 只要推介這一套,起碼我們看過 都覺得它的描寫是順暢,而且不會怎樣去爛尾 對米圓的功力是有信心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欣賞 其實這套東西,其實我也是 復仇鬼之前,我沒有看過米圓壽恆的東西 但現在看五期,其實感覺很好 還有對它的表達技巧,非常有保證 它說故事的技巧是有一套 還有它的故事的背景是有些近未來的 也有些科幻的成份 很重要的元素 雖然你說,納米科技也不是這樣 你會這樣說,但漫畫就不是這樣說這些 它有兩種力量,傑斯摩就是精神力量 納米科技就是科學的力量 其實也有些少許對立的 整個故事的背景都設定得很完善 它開始的背景設定了都是一個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世界來的 沒有人知道,它沒有交代過 只不過是一個很混亂的世界 沒有治安,飛機可以隨時撞大一下 所以才可以跟故事的配合 如果它設定了某一個特定的時空 或者某一個地方 它很多東西變得不合理 因為中間可以殺人,中間可以開槍 你就會覺得這本好像奇怪的漫畫 沒有那麼多邏輯倒閉 現在就變成故事方便了它 進程會比較順暢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有想過世界變得這麼混亂 會不會就是因為布洛古尼斯 利用了這些納米科技 去軍事上的運用 而令到世界這麼混亂 現在冰斗的復仇以外 其實也是為了承擇這個守衛 阻止這種情況繼續去外 不過這個就要大家看下去才知道 很難作猜測 其實剛才都說了很多故事的事情 我都想說回它在人物那裡 人物的黑話其實是寫得很仔細的 因為你會看到剛才好像冰芝所說 那些壞人不是說奸人就是奸養 那算是 都有自己的堅持 有些原則 每一個角色好像對著自己 那些什麼才稱之為人呢 或者人性是什麼呢 都有自己的看法 作者其實經常都在這個問題上 作出探討 或者希望大家一起去研究 究竟怎樣才能夠稱為一個人呢 好像冰斗說他不做人 他只是為復仇而生存的惡魔 是鬼來的 其實在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有機會回頭 就是剛剛他開始熟習了傑斯摩 他可以很純熟運用他的手 他準備出發去復仇的時候 在羅... 羅... 羅... 羅 巴 道 羅 巴 道 其實有跟他說 不如你不要去 他在這裏已經差不多一年時間了 他在這裡為了要好好運用自己的手 那所以呢 他就覺得 其實冰斗還有人性的 所以為什麼他會為他設計一件鼻彈衣 他會為他設計一天 那雙鞋子是很特別的 有時鐘的 有個鐘他就跟他說 冰斗為什麼我要在你對鞋子上有時鐘呢 就告訴你其實你也是一個人 有一個暗示 不是時間觀念 叫做夠了就好收手 一個提示 不要無止境地報仇或發狂 他覺得冰斗可以回頭 但同一個情況 施雅洛沒有了雙腳 也是靠傑斯摩擁有一雙腳 當愛因斯坦博士要求羅巴道做防護服的時候 羅巴道就拒絕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不是人 已經只是一個惡魔 他只是為了對這個世界破壞 不能夠稱之為人 沒有了人性 其實施雅洛的背景也很慘 這傢伙很灰 他自小就在孤兒院大 被院長拒絕了幾年 被院長拒絕了幾年 被院長拒絕了 叫他去店裡偷錢 告訴他那些錢 可以拿的 那些錢應該是給全大家用的 我們公平平分的 是那些錢是平均呢 神說那個錢是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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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應該是平均的 那些錢是那麼傻的 然後被老闆發現了 然後院長就跟老闆說 這個年輕人我教了他不要這樣做 然後就吐了他 吐了他之後 他就問完院長為什麼不是說是平均的嗎 然後他就告訴他其實不是的 你失敗了已經是秘密了 沒有用的 然後就說他殺死了院長 那次就是他第一次被人覺得 被人出賣 被人怎樣 就是對人性的不信任 被他信任的一個大人去背叛 然後到他長大了之後十多歲 一陣子就經常被人欺負 過了很多年被人欺負的生活 就遇到一個好像對他很好的人 在工作上的前輩 令到他好像有一點點人性的溫暖 其實都可以相信一下 不如一起住 然後他就說不如我認你做契仔 他就簽了一張收養子 那時候說的是收養子 到一年之後他就開始真的相信這個人 這個人可能我當他爸爸很好 他是想真的叫他爸爸 怎知道他想買一份禮物給他 回去給爸爸的時候 他爸爸就 他才發現原來爸爸為何要收養子 只不過是為了保險 要一年之後就可以收到 一年之後就可以收到 然後就想賺掉他 賺掉了 幫我燒他 賺掉他 那一刻應該是他真真正正對人性失望的一刻 同時他就不需要送人 那雙腳都是在那裡失去了 不過除此之外 還有剛才提及過關於來非 我覺得比起即時度 來非探討人這個範圍 在來非這個位置更加多 不過比較淺一些 其實很容易明白 其實就是 剛才提及過 就是 無論他多麼時意 他多麼是九流都好 但是 他都不會願意用自己那種 可以命令別人 就是用Lulu的力量去命令別人 Lulu大人 其實現在M群裏面 沒有人在聽我們說話 只會不停說Cogius的R2 不准啦 這樣就 我們都傻 除此之外 他什麼都會運用 因為他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甚至乎知道自己中夜那個人 把自己的醜事說完給阿冰斗和阿Zero 聽之後 又是Zero 好慘 好像自己在說Cogius 他自己會哭 因為他對愛情很無法把握 最後就是因為這樣 雖然是這樣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用任何方法去命令他喜歡的那個女生 或者命令觀眾 這是他的堅持和原則 他覺得作為一個人是這樣 如果不是 他如果一試過用這些 他就會知道自己是多麼無能 一知道自己是多麼無能 他就會覺得自己 他就會是一個無法去生存下去 那個bottom line是沒有了 所以其實在那套裏面來說 除了講仇恨 我反而覺得是 他是探望人 那樣東西 即是何謂人 是什麼才是一個人 其實也是 冰斗在這個復仇旅程之中 透過這些那麼多不同的敵人 或者他在路途中遇到的人 其實也都在某程度是暗示他如何重新做人 但是這個我相信很後才會詳細描寫到 其實我覺得他一直在殺感一些人 即是都殺了 即是到來飛之後 又遇過阿玲 即是他自己本身 那個人性是越來越多的 即是又遇到師妹 即是那個人 開始沒有第一期出來的時候 那個暴淚 第一期剛出場的時候 我一拳打爆人家的肚子 開堂是比較困難的 是啊 即是殺人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人家求饒是不會放過人的 即是那個憤怒是強很多 但是慢慢隨著他 即是殺那些仇家 又遇到一些比較好的人之後 其實他本身那個人的本性是好人 所以那個比較善良的一面 又開始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冰斗和司馬洛 就是這個鐵手和鐵腳 大家是各種極端去發展 一個就是透過這個復仇 慢慢找回自己人性那面 另一個就是 斯亞洛是透過傷害破壞 或者看別人這樣去仇殺 去認證自己對人性的悲觀 去否定 其實他 斯亞洛在騙到羅巴道幫他做防護服之後 他就殺了羅巴道 他以這件事就告訴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聽 我已經不是人了 因為人家幫我 我還要殺了他 這樣是不是很不像人呢 非常自滿 還要很自滿 所以這本作品其實是很寫著什麼是人 我會理解雖然是五期到現在 但是關於什麼是人的中心思想其實是很出的 因為幾乎每一個角色走出來都是想告訴大家 如何去演繹他自己想成為一個人或者想不成為一個人的作品 所以 其實這本漫畫不叫復仇鬼 都可以借東立那本作品來做 叫不是人 或者叫是人 和陳某對話 但是如果比起原著的話 反而守寵大臣探討的那個issue 畢竟是短篇我們不應該去比較他究竟寫的份量夠不夠 但是題材很不一樣 但是他講仇恨比較多些 背叛和仇恨 他也是想說 仇恨就是 最後是做不到什麼事情 其實他是鐵支旋律的主角 他最後都殺不下手 殺不下他的仇人艾迪 就是因為他的妹求情 因為他很疼他的妹 是一個愛 是一個感情 是一個感情 和仇恨之間的矛盾 他最後就說 他的傑斯摩 是控制不了手的 因為他是用仇恨控制手的 最後畫面就說 他是很討厭妹夫 因為他背叛了自己 但是他更討厭自己 下不了手 殺死仇人的自己 所以最後那一幕 就看到那對木手 是走向他自己 那裡 可能他就暗示最後 托野會被自己 對著木手殺死了 那講開報仇的 復仇的故事 我忽然醒了四葉妹妹 其中有一個畫 為什麼四葉妹妹 四葉妹妹 四葉妹妹有一個畫 在我旁邊報仇 其實明明自己殺了阿伯和她 過程不重要 雖然很搞笑 但最後也說了一句 報仇是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的 我相信 《米原響》這套作品 都會一直滲透這些意思 去給大家 另外除了和舊主比較之外 漫畫史上 很多其他以復仇為題材的作品 大家有沒有聯想和比較 講復仇為題材的作品 其實我不說了 因為M群有人提出 其實一直聽我們講的故事設定 都有人問 咦 這麼像殺盜行者 其實真的不是 真的很像 殺死老婆 蘇寧好像也有了 有了 和寶寶 但這裡就更嚴厲 因為阿信雖然被殺盜會的人 殺了老婆和一個未出生的寶寶 但他當時被人打得很厲害 不太知道 但冰斗在這次裡 是看著自己的老婆和女兒的屍體 而且他自己也很殘暴地 在沒有被麻醉的情況下 被人扯斷一隻手 戒斷一隻手 用槍傷一隻手 以及被人用手榴彈炸斷自己的手 你看到也很痛 所以他自己 然後找回這些 背叛了自己的人 去逐個逐個追殺 在布局上 其實兩者之間有點相似 也是逐個逐個追殺 之前那些也是同伴 本身是同伴 然後又要追殺他 但分別在於 殺盜就是 其實這只是一個引子 為了帶大家 去了解這個故事 背後想說的世界 他報報仇都沒有報 因為他知道只是一小月人在搞事 他也有某程度錯怪了部分人 當然他後來也未完全說放棄 他是給老師暫時放下一些仇恨 從而把故事再拖去一個更大的發展 就是整個世界觀 他們以前殺盜會 其他的敵對組織 復仇只是一步 近期又會再把這些仇恨扯出來 即是沒有完全說集中 但是這一套 復仇鬼完全不同 他非常貫徹 你看五期裏面 我嚴重點說一句 復仇的意識 濃度很高 尤其是冰斗在和這些仇恨對決的時候 你感覺到他那種精神狀態 集中度是很高 即是你受他感染 你覺得他有機會的話 他絕對不會放過這些仇恨 其實在這個故事的設定裏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令冰斗不可以沒有這種仇恨 就是因為傑斯摩 是要由仇恨和憤怒推動的 如果你沒有這種仇恨 沒有這種憤怒的話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可以運用傑斯摩而推動那種鐵匙 這個應該要修正一下 傑斯摩不一定是由仇恨去驅動的 當初訓練的時候 這個是冰斗 冰斗就是用仇恨去驅動 羅巴道也不是用仇恨去驅動 羅巴道也不是用仇恨去驅動 羅巴道是用求生 求生 一個執念 一個有意志力 只是冰斗主要是來自仇恨 如果他沒有仇恨的話 傑斯摩就會弱了很多 甚至乎可能是令不到一隻手動 其實我有期望過 將來會不會 一路看著冰斗這個復仇過程 開始 他自己的轉變 或者可能人生態度改變 會不會發掘到 比仇恨更高的情緒 即是救人就可以推動到愛 很老套 不愛現在有失禮 很多的故事都是 最初是仇恨去驅動我 最後是發覺 原來仇恨是不可以去驅捷的 最後還是靠愛 嘩 龍虎五齊 我覺得就算是這樣 他也要先殺所有仇人 並用 到時多一反 左右互搏 左邊要靠愛推動 右邊要靠仇人推動 神之左手惡魔右手 好難啊 你現在賣廣告 例如我們上一節 都說到 已經有一個師妹 柔子出了場 其實這個也是 冰斗自己 一個轉捩點 或者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個關鍵 他不會再純粹被仇恨去推動 因為我看第一期 我真的自己看得有點無管動 他那種純粹的殺意 尤其是第一期 他可以任務人去殺那些惡黨 他不是為了幫其他人 他只是想殺 純粹測試 做一種 即是很冷血的行為 我一直在看 和期待 其實他會有更多的轉變 寫出來 這裏不知道將來會發展成怎樣 也不知道他會不會跟鐵支旋律同步 就是他已經沒有仇恨 但是那隻手臂自己有 傳了下去 會自己用 因為鐵支旋律最後就是這樣 即是手跟人是分家 對 自己有意志去殺人 甚至是殺自己 即是殺害一個沒有仇恨的自己 所以這裏不知道 因為他還有很長的故事去安排 但你會看到兩者之間 真的有些很不一樣 即是他的新駐 即是真的一個新的故事 即是無論是故事或是主題 都跟原駐會有些不同 還有其他市面上的作品 都不會好像他專注得那麼緊要 對他復仇 執念 即是雖然現在 儘管是加多了一些人物 或者新的故事之節 但他都沒有偏離自己的主題 但我都覺得好像冰芝所說 如果他去到後面 又是很老套 還不是說愛 又真的挺舊的 我又覺得 衰則 都好像覺得這樣又很主流 但又覺得這樣又很老套 很正義 但如果不是這樣 又好像又想不到怎樣修復 這套最初都給人一些驚喜 我覺得挺新的 但如果去到最後 又是走這些舊路 就好像很... 唉... 不知道怎樣說 其實這一本作品 令到我覺得吸引 而又覺得值得推介給大家的理由 其實不是畫工 因為我以前已經看過他的漫畫 因為我忍受不到他的畫工 他不是不漂亮 不過不夠好 所以我自己就...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很看個人觀感 一幅畫 不適合自己的感覺 他不是我的感覺 例如以前我看海盜王 真的不適合就不適合 沒得說 但我都買了他回來 第一 當然是因為被手中自從 成這個字眼吸引了 那買回來 手中自從公米元收限 對 手中自從公米元收限 當然要買一買 買回來之後 你看他的畫 雖然還不是自己的杯茶 但他那個電影感 或者是描寫每一個人的心態 動作 其實都畫得好 但我覺得他畫得最差的是什麼呢 面相 因為他現在畫伏壽鬼 他每一個位置都畫得很邪惡 其實明明正在笑,但也像在嘴巴的嘴巴,想吃人的那種狀態 我覺得她在畫工的功力上,始終是差一點 我又覺得畫是頗美,頗滿意,不過我不太喜歡她的女性 她有女性的樣貌,不夠油,比較硬滑滑 粗線條一點,沒有女性的油味,但男性的樣子我滿意 這本是的,女方始終是花瓶 花瓶要漂亮的,你明白嗎? 很粗糙的花瓶 比較粗糙的女性角色 她的女性角色的樣子都是顏沉沉的,好像男人 你脫除了頭髮,基本上是男人的肌肉 很恐怖的 女性角色就不太漂亮,兒子我覺得還可以 我欣賞她的畫工那方面就是大家的埋伸 短冰相接,尤其是第一個對決,對即使道的時候 冰斗是坐著電單車,追擊坐著一輛防彈車的即使道 她在車上,撞著她的車之餘,還要一路揭起車頭蓋 不斷拿她裡面的車的零件,附近一些 那些力的表現是很厲害的 你會感覺到冰斗在裡面每一下動作都灌注了仇恨 所以我覺得很有震撼力 尤其是她經常都畫過很多動作片裡面的驚險場面 就是由高空飛落,高速度的巴士 或者是行駛中的車輛中間要截停她 她經常都用那隻鐵手握著牆去減輕自己的衝力 都是畫得很精彩的 很明顯應該都是受過港產片的洗禮 最後舊巴士也是靠雙手磨到胎動不了 那這些又未必是港產片 那你的美國Hero片都是這樣的 那飛刀釘蟑螂,這個是不是港產片 飛刀釘蟑螂很明顯就是這個國產007 是弱化版的,別人扔蒼蠅 蒼蠅是弱的 那M群裡面Touch就除了幫我們一直勸指大家不要off topic得太緊要 留心聽我們說話之外 他也說了其實Pluto和復仇鬼真的cross了很多手寵 這個也是我們接下來正正想討論的地方 不是賣口乖的 那就是關於新著的問題 其實手寵有很多作品近年來 就已經被手寵布德順買了一些版權出去 就被一些漫畫膠畫的 那Blackjack和... 就是Blackjack又被人畫過 那這個阿同牧又轉了做Pluto那些 那其實也很多的 但是水平來說其實我覺得有點參差 例如你說Blackjack那些 你畫完大家都不是太有印象的 身著Blackjack又是畫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加一些新的概念進去 對,沒有什麼新的意思 那就是因為這個復仇鬼和菩薩的Pluto 就會被人印象很深刻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原因就是 你改得來 你是有加入自己主觀的那個思想在裡面 關於新駐,老實說,如果我們看土炮都知道近年來新駐 牛佬,昨天我們也勉強提過,牛佬也說沒辦法,不是不想試新駐,但市場不接手 我覺得這種心態是不可以的 我自己覺得是新駐小飛俠同目,這個復仇鬼很明顯是新駐的鐵資旋律 其實他們抽取了不是很多設定,只是抽取傑斯摩和復仇這兩種概念 沒有其他的,主角不同,樣子不同,生活背景,人物關係,性格,全部都不一樣 他們只抽了這兩點出來,然後借了它來用 老實說,如果不說是改編自鐵資旋律,有誰知道這篇文章 原來是向首寵大臣致敬,沒有的,但他都寫出來 首寵固然有整座寶山在,你怎樣去拿,拿完之後怎樣運用,是很容易的 應該很容易,只要你有些概念,因為他的好的idea都在 但香港不是,香港的漫漫人就是拿了舊的概念之後 他只用了現今的作畫技術去remake以前的故事 畫是漂亮了,印刷是漂亮了,上色技巧是漂亮了 但整個思想沒有改變 跟我們第一節剛剛開頭的關於助理人工都是一樣 是落後了二十年,在思維上落後二十年 你現在的老闆穿西裝,二十年前不是穿西裝 而一些漫畫用彩稿,以前就是電腦分析 在技術上,層次上你是高了,但你根本沒有進步過 這是我對港漫的新駐和這兩本新駐的那種看法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一直以來都覺得 為什麼日漫的成就會越來越大 相反港漫就好像在萎縮著 其實這也是原因之一 因為港漫有很多新駐 但他的新駐就真的拿回舊駐原原本本搬下來 然後在名字前加一個新駐 然後把稿畫漂亮一點,就算數 就出了一本所謂的新書 日漫像你現在的仇鬼那樣 他真的拿回人家最初鐵絲船隊那個 很基本概念和設定 然後就已經發展了另一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是吸引的,證明到其實 就算是有些新的東西 其實讀者不是接受不了新的 是接受不了你搬自過自 如果你可以把新的東西發展 你脫掉了即可利用的話 其實讀者反而是想要這些東西 因為實在是市面上新的題材 新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會覺得這樣說 因為伸著不同的改編 如果你說改編的 例如說我有一套漫畫 然後我現在拍做電影版 那你基本上故事就要跟 我會覺得 因為不同的媒體 但你其實說是改編的故事 是那套漫畫的電影版 但如果 譬如我現在當說 復仇鬼是一套電影 他現在說我改編自鐵絲船律 那看完的人就會摸頭 你的故事完全不同 但你的題目還叫做自己做鐵絲船律 但是如果是一個叫做 譬如說伸著 我覺得那個 接受程度是很大的 你可以有很多東西不同了 因為我自己看 剛才舉的普圖和這套復仇鬼為 其實兩個作者 他都是看完之後 當然他們自己會欣賞那套原作 但他們都自己 譬如當天 看普圖那套 他訪問手衝的兒子 他自己都說 如果純粹你們只是拿 那套作品 去改一些 或者只是重複複製 那是沒有意思的 那他就說 很希望看到有人 能夠將這些概念之後 加入更多元素 變成一套新的 活的作品 那這個我就是看得到 普圖和復仇鬼 是真的做得到這件事 或者我可以說多一句 或者說多一段 關於怎樣 香港的漫畫人 是多麼不思進取 就是我記得道比 因為剛剛在《玉記》 出了很多新著的那段時間 他反而是嘲笑日本的 那種熱味道 在他的專欄 神之靈略的專欄裡面 就說 如果日本都有人 伸著一下愛玉成 諸如此類 這些80年代的經典 你說多麼好 不過他們沒有這種習慣 我看完之後我是笑 有沒有搞錯 用香港的模式去 他身著愛玉成 其實只不過是 折香成浪子 你只是在畫一個 黃日華和莊靜儀出來 沒有意思的 但是現在的老闆 竟然就是以這種remake 而不是身著 完全沒有自己新的idea 沒有新東西 完全是落後的思想 去想香港漫畫 那香港漫畫當然死了 我覺得最適合 將這兩套作品 給杜比先生看一看 即是看看人家演繹什麼 這些才是合格的身著 因為他加進去的 經驗某程度 你又說 完全不同了 問題是他加完之後 你看下去覺得 純得精彩 不過我想這個會不會是 日晚和港漫 我覺得是有些結構上的差異 因為港漫 譬如幾十年前的作品 你現在是買不回來的 很難看得回來的 你重新畫一次 新讀者才有機會 接觸那個故事 那個舊故事 但是日本就不同 日本譬如日晚 你現在去買手衝自從短篇 你照樣買得很鐵子旋律 你照樣可以看回原本的故事 你不一定要說 我要有一本身著 跟他一模一樣的 不過畫的人不同了 才可以接觸那個舊故事 問題是 其實香港讀者 是不是真的想要求 你現在香港在畫那種所謂的身著 會不會真的滿足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 只不過是因為你這群人 不願意去花時間 去灌注那些元素下去 然後出這件事 就說我已經做得很好的 這個比以前怎樣進步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藉口 你不是沒有能力去做 你不做而已 我贊成是羅所說的 如果你只不過想 一些舊讀者去看 看一些已經找不到的漫畫 你出復黑就可以了 用不去講個身著 你用身著的名字 其實你就用一些 基本舊書的元素 去發展到新的漫畫 如果我只不過是 半字過子 其實你跟出復黑畫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一本好的漫畫要歷久長生 那固然沒有問題 因為它始終是經典 但是如果你要伸著的話 就請你加一些新的東西進去 不然你不是伸著 你只是用現今的技術去remake舊東西 還有潘圖和復實鬼這兩個 他除了加很多新的東西之外 那個架構是很嚴謹的 我看這兩套作品 我暫時還沒有找到泛國的地方 老實說 我看這些書 我有時候真的 叫做懷了腦 我不自覺會不斷去尋找 這本書有沒有Buff呢 但是這兩套作品 我暫時真的還沒有找到 你說他之前 買完上一套的《海盜王》 我還看到一點 所以我欣賞之餘 我也覺得是美中不足的 但是這套 可能別人是為了 就是因為守寵自從這個名字 令他自己更加嚴謹去製造 他不敢亂來 他不罪 他發揮自己120%下去 我們讀者看到就覺得有誠意 你不是純粹拋守寵的名字去騙錢 真是精彩的 譬如同樣都是出過這個 叫做小飛俠和木基村名的 三期的 我自己覺得一般 因為我的故事 包括造型 小飛俠和木基村的造型 或者對手的造型 或者茶水博士的樣子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這些還未夠好 這些幾乎只不過是remake 其實有一本《鬼太郎》 現在新出的 新出的 都是remake 我不可以說它是remake 這些不會吸引到我 因為我覺得尤其在日晚為種 這麼容易可以看得到舊作 這麼容易我們都可以買得回那本舊作來看 那我要看你用你的不足去畫多一次 就沒有什麼意思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看了近來 由當初夏木輩所說的 新出的掛衣 還有馬仔所說的 新出的阿圖墓 到現在 葡萄和復仇鬼 我們看到連日本的市場 或者要求 都是提升了 我們不是純粹 日本的市場告訴他們 我們不是純粹要做舊作 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你的重新演繹 這些才是真正的演繹 不過我覺得在這裏解開一點話題 我們對新出的通常有這樣的要求 但我們對真人版電影就不是這麼看 龍珠我們不會說 他有新出的 他的造型都圓著不動 不會這麼看 我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的 因為像你所說 他現在不是說明是新出龍珠 他是把龍珠 他救姜就不會用加根波這個名字 他始終都是說明是改編 所以想法或者要求 會不一樣 應該是make sense 因為你既然用人的名字 那你當然是跟足一點 你只是利用那個名氣 你如果這樣說 人家也知道 他也有說 所以他也會另外起一個新題 某程度也希望讀者 就算你是一班老的媽媽讀者 看過原著好合佛 都希望你看到我一個新的 所以他用一個新的名字 希望大家可以撇除舊 因為其實舊鑄鐵之旋律 我覺得有點像那些歌旗 什麼基督山根仇記那種寫情仇 那種寫情仇 但去到這本 他當時首寵是他都比較喜歡畫這類型的制裁 因為他自己喜歡看補充歌劇 是啊 所以我看上去覺得震撼很大 好像馬上說 如果米元卑鄙一點 我再改多一些東西 手寵的名字 版權幣都不用給 都可以的 香港人就是做這些事情 但日本人不是的 我真的由你這個概念而來 我就尊重他 真的是一種尊敬 我覺得我尊敬你這個人 尊敬你這個作品 我用我的全身方式演繹 其實是一種致敬方式 不是為了我拿他的名字來賺錢 我最後講一講 Anthony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說法 原來要抄手寵是要用心的 抄手寵是要付出的 原來抄手寵是要付出創意的 原來抄手寵是要付出創意的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介紹這套 推介這套 現在只不過港版出了五期的一套作品 因為這套真的挺高水準 比起上一次我們推介的 還在推介的細芳姐 細芳姐已經在回落了 但是這一套還在賺力 還在賺力 還在賺力 連動閉也是在進步 You've got the point 希望大家都有些時間 看看這一套復仇鬼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記得聽完精彩的下集預告 還有大家開始想好一些冷笑 我們已經接受報名了 第一個是動漫廢物 驚王真奪戰 大家留意了 好 今晚就這樣 下星期四、星期五我們再見 拜拜